復文綺其實在這個議題上寸土不讓 復文綺在致詞的時候有說 花蓮是母系社會 縣長徐甄偉再三交代 要把錢付好 但是朱立倫也說要付 所以我們只好AA制各付一半 到底昆仑之戰有什麼東西 所以桑古 你在現場 我沒有在現場 你不要亂講 你在現場 我沒有在現場 你如同在現場 當然啊 當初錢的經費 因為要辦的時候 始終沒有談過 對 始終沒有談過 那後面到底誰要付錢 其實復文綺那邊的人 其實政策會有叫黨團要付車資 是 大概九萬塊 對 那黨團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沒有書記長的簽字 我們是沒辦法付錢的 因為黨團的錢是歸書記長管 不是歸總召管 換言之第一件事情 車資他就不想付了 復文綺怎麼贏 是連九萬塊火車票出不起 想跟我選黨主席 你也拜託一下 當然事先 事先 共識營要辦的時候 有很多的立委就反彈嘛 因為中間隔個元宵節嘛 跑到這麼遠去 後面呢 當然 復文綺就用中央政策會的名義 發了一個文嘛 說要辦共識營 那中央政策會是黨中央的機構 就不是立院黨團喔 所以就變成黨中央要辦 你中央政策會就是黨中央的嘛 那他現在是中央政策會執行長嘛 所以發了一個文要辦這個活動 那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之前 我應該講嘛 新科立委比較年輕的 就在問錢要誰要付 還沒去之前就問了啦 對 好多人就開始問這件事情了嘛 第一個不滿 你為什麼要排這個時候 然後錢要誰付就開始問了 就搞得雞飛狗跳了 雞飛狗跳 那雞飛狗跳以後 黨中央呢 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黨中央考慮了半天 就還是覺得黨中央付了啦 那黨中央你記得二十一號嗎 二十一號國民黨文傳會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是黨中央圍請中央政策會 跟立院黨團辦理這次共識營 對 那這樣圍請的話 那就是我要付錢 對 那就我要付錢了嘛 那當然這個錢付得高不高興是另外一回事 舉一個例子 就有人跟人家聯絡嘛 我不要講人民 大概朱立倫辦公室的人 他裡面就說了一段話 原本大家都以為是花蓮皇要付錢 結果大家都吸加貸券 結果是我身懷巨款要去買單 身懷巨款要去買單 江俊庭 他上面有寫 有嗎 他本來要叫江俊庭付錢 但是江俊庭的信用卡額度不足 不是 原本 原本你不能帶這麼多現金嘛 將近百萬 對不對 江俊庭出席的時候 也要喝酒 喝一喝錢搞掉了 怎麼辦 錢搞掉了怎麼辦 事後再會吧 所以他他的卡額度不夠 只好找許以甄借 那個原由是這樣來的嘛 那當然不管說什麼AA字什麼字啦 反正最終就是朱立倫要付掉了嘛 當然朱立倫一定要把他付掉嘛 那你凸顯一件事嘛 怎麼會有一個 大家都以為是花蓮皇要付錢嘛 對不對 搞到最後有人要升懷巨款要去付錢 對啊 升懷巨款的是黨中央的人嘛 對 那換言之 就是大家一開始這個活動都以為付要付 沒錯 結果到最後連車資都要黨團付嘛 所以他這個活動就是搞到最後主要是有些新科立委在質疑要不要付錢啦 然後就搞得這樣嘛 那當然不管過程怎麼說 結束後 傅崑崎到底跟周遭人說了什麼 沒有 解密 二十四號晚上 他們不是團結之夜 大家吃飯嘛 傅崑崎喝酒 其實他也喝得蠻嗨的啦 對 他在上車前就跟了那一個跟人家說 大家以為花蓮皇要付錢的人 那就江俊庭啦 名字都講了就講江俊庭 他上車前跟江俊庭說了一句話 你不要搞我 不是朱立倫 原話 應該原話是你不要搞我 聽說講這句話的時候 林濤在旁邊 聽說林濤就在旁邊 林濤現在是什麼表情 好 大家看看 到底桌底下有沒有上工 車子裡面有沒有上工 酒醉上車前跟你不要搞我 你不要搞我 那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嘛 這件事情大家都不是笨蛋嘛 對 傅崑崎上車前講這句話幹嘛 對 對不對 那付錢的事怎麼會搞成這樣 那說了一句話 不要搞我 意思是黨中央不要搞我 對 那你說崑崑崙之間還有像過去那樣的交情嗎 沒了吧 沒了吧 那當然要不要選黨主席再看吧 因為傅崑崎這一任總召 他大概一年一任嘛 對 那黨主席剛好是明年選嘛 明年 明年選黨主席嘛 我覺得再看啊 現在又說他要選那個新美市長嘛 對 那我判斷 我覺得這兩個可能性都偏低 我覺得他再看二零二六江啟成去選台中市副院長會不會出缺 對 因為副院長出缺 你要想二零二六年雙方可能都會派立委去選縣市長 對 誰當選的多 那可能就喪失 如果國民黨當選的多可能就喪失國會第一大黨 對啊 對啊 有可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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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選完三個月後要補選 要補選 對啊 對不對 你要就職後三個月後補選 那就職馬上院長就出缺 對 如果出缺的話 民眾黨那巴西重不重要 重要 如果你從二零二六年要選 所以你說 你說反過來 你說 你看到二零二六年 如果你從二零二六年反推回來的話 我就覺得他現在對白銀是善意好像就 好像蠻合理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知道了